好水才出好酱油 有季酱油就选好季 本节目由好季酱油冠名播出 这里是由志文集团旗下 库伯特文化和江苏卫视 合理打造的中国首档 全能主厨竞技类节目 主厨的荣耀中餐季 大家好 我是江苏卫视主持人王小亚 好水才出好酱油 木桶样造更鲜香 本节目由有季酱油 就选好季的好季酱油 冠名赞助播出 接下来我们即将开启的 就是海外中厨的考核 中餐带着温暖的使命 被中餐人带出国门 抚慰海外华人的乡愁 也在更广袤的世界里落地生长 交融演变 包那世界文化的中华料理 又被中餐人带回来 完成回游再次出发 一代代华人主厨们 描绘着中餐文化 在世界版图里的流动脉络 接下来有请三位主厨登场 大家好 我是王天哥 跟很多在国外打拼的华人一样 1993年在荷兰 从洗盘子开始 慢慢地开了第一家餐厅 没想到就一直坚持下来 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多年来也一直在做我最热爱 最熟悉的四传位 我现在在河南有四家餐厅 一个工厂 一个门店 也成为了我终生自豪的事业 大家好 我是陈嘉强 我在重庆来普世周期酒店 进中餐厅就职了 从小移民到马来西亚 吃着家乡菜长大 就比较有情怀一点 2007年的时候 我有个机会去了迪拜 阿布加比 再去了新西兰 后来再到重庆 不管我去到哪个国家 再一直坚持地做中餐 传递我的情感 因为中餐都是有温度的 大家好 我是小娘惹厨房主理人李靖来 现在我们店里都是坚持做传统的娘惹菜 不做任何的创新和改良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娘惹菜 作为算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菜 来到中国后的我 希望能够在这里把传统的娘惹菜保留下来 我觉得这一场三位加起来我刚才算了一下 七十几年的这个资历 七十几年的厨林 对所有加起来七十几年的资历 这一场应该很厉害 很厉害 三位主厨都有不同的经历和背景 特别是李靖来 你怎么会选择中餐作为你的质疑方向呢 娘惹菜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一个融合菜 我太太是厦门的 我来到厦门发现没有娘惹菜 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娘惹菜 我才开始这个职业的 今天来你自己是娘惹人吗 我的奶奶有马来的血统 我的爷爷是中国血统的 跟大家科普一下 娘惹就是早期在西马泰印尼巴厘岛 通婚产生的结晶 娘惹菜是一代传一代的嘛 是的 其实娘惹菜我觉得就是中国最早的私房菜 实际上它是正和下西洋的时候呢 华人到了马来通婚以后生了女儿子 起名叫娘惹 不是男后所有的生的小孩都叫娘惹 出创了现在就是这个融合菜 中餐和马来菜的融合的这么一个菜系 叫娘惹菜 对 李靖来厨师是做娘惹菜 我觉得他比较害羞了 腼腆 做菜嘛 全凭手艺说话 他觉得有他的本事 陈家强师傅 您的这个履历是非常的丰富 您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是吗 对的 您的祖籍是 我祖籍是福建 我爸爸是福建人取的客家人 那你应该闽菜和客家菜都会做 都会 马来菜也会 包括我专注的是粤菜 我在双子塔下面的东方文化 以前在那边做头锅 做了九年的了 OK 那就没话说了 其实您大大小小的比赛参加过很多 年轻的时候挺多的 在阿联酋比赛过吧 西餐比赛吧 拿过一金三银吧 哇 现在结婚了 这一代就回来中国了 我一直对于中餐是非常是专注的 去到哪里都好 我都会传承我的粤菜 精髓跟烹饪的技术 王天哥师傅 您56岁 是雏林三十年二十多岁出国到欧洲 您出国前就是学这个的吗 不是 那您出国前本来是学的是 是一个专业乒乓球运动员 对 那后来是又为什么就是 俱乐部没有赞助 为了生存 从生存开始 先学洗碗 后学拉刀 是在中餐厅还是西餐厅呢 在第一代华人 香港人的厨房里 开始我们要学广东话 不是广东话 闻不到公啊 好幸福啊 如果他能收拈你 只要能生存 只要有吃就可以了 中餐馆在海外 去统计有几十万家 实际上这个数分量非常的庞大 其中有很多的就和这个我们王天哥师傅的经历是一样的 为了生存 从事了这样的一个行业 从生存到喜欢到热爱 现在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事业 而且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这种使命 你已经有四家餐厅 还有一家小型工厂 什么样的动机让你来参加我们主厨荣耀的节目 我就想告诉你们 想仍然坚守在海外的老板 主厨 工人们表示 自尽 这是我来的目的 作为我自己是一个海外厨师来讲 我们受过的苦 比留在原地的厨师受过的苦还要多 我敢告诉各位 能够到海外工作的每一个 正正当当得到工作的厨师 他绝对有他的本事 他的眼界 他的度量 都是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好期待 这一集很硬 那接下来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请各位主厨就位 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两者菜 我也是一个经手者 这道菜是我不可多的一个招牌菜 来到中国挑战一下 当我站在鞠躬灯下的时候 有很骄傲的站在那儿 已经不是输赢了 接下来 三位主厨会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来完成自己的代表作 那么究竟在这一轮之后 谁会晋级 谁将被淘汰呢 倒计时 三 二 一 计时开始 好期待 这个有点紧张 高手过招 他们三个都很单定 从容不迫 这都总足及了 到你到一定的级别 就是有一个光在你这边 就是往那一站 这就是我的地盘 油霸到油霸 砧板气炒就出来了 我会选择山巴鱼 来作为我的第一代表菜 是因为山巴酱 是凉热了一道很重要的一种姜料 我就想让更多人知道这道菜 行流水的处理食材 这个动作啊 大肠百战的这个老兵啊 我这道烟熏咖啡小骨牌 是我不可多的一个招牌菜吧 因为我本人喜欢喝咖啡 咖啡是西方的文化 糖醋排骨是传统的嘛 这是一个中西菜肴的融合 锅巴肉片对着咱们的励志味 大甜酸的味道 它充满了一种人间烟火 真的值得推广 但是很多老外不吃猪肉 所以我改成鸡片 你要处理好它的肌肉 不要有筋 然后切薄片 用鲜粉把它的水分给锁住 放点芝麻油 胡椒粉 倒许了盐 增加这个鸡肉的底味 王师傅在海外 共博生的创业之后都放大 这个真的艰辛辛苦的不得了 他讲完我心里面酸起来 他们找工作 因为语言不行 没人请 最后都选择做餐 我在海外吃中餐 有就是两个极端的经验 要么就是特别正宗 我会在纽约一个特别小的 小破馆子里面 吃到一个好正宗的川菜 但你也会吃到 就另一个极端 就是完全是西化的假 老外很喜欢吃 没有问题 但是中国人吃到就会 一脸一个痛苦 应该是很痛 我这道烟熏咖啡小苦牌 挑选精选的排骨 放去油锅里面 炸成金黄色 再烙起备用 一看用那个火候 还用这个勺就是经验 我们先把鱼煎个半熟 芭蕉叶放入平底锅 在烤那个鱼的时候 有芭蕉叶的味道 我用少许的油 先把它菜马炒好 倒入味极鲜酱油 我觉得它的颜色特别好 那种冒烟 酱汁就用了糖醋 结合咖啡豆 一起去焖煮 焖煮到浓稠 就把咖啡豆腻出来了 再一次反复地把排骨 在油锅里面炒制 他用了咖啡做这个排骨 我还蛮期待的 排点粉 我们手吃的时候 会有粘稠性 创新点就是 这个排骨比较暖糯吧 有一种咖啡的浓郁的香味 鸡片它有些是炒出来 但是炒的呢 我就觉得不是太好 用鸡片徐徐地 画到这个汤里面 我们在芭蕉叶上面 磨一些山巴酱 再把鱼放在上面 然后慢慢烤它 给它翻面 然后我们再抹上一层山巴酱 看到各种的红红 玉绿的颜色非常东南亚 其实我刚才忘了问他 我有点想问他 就是娘惹菜在中国做 你还是要做一些调整吧 对我来说娘惹菜你不调整 我会觉得太甜 很甜很腻 中餐其实出去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的消费群体 本身中国人占不了太大 老外的接受度 其实好像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高 海外的中餐 在国内的中餐 它还是有一些 对 他为了谋生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想很多招 我这个地方怎么没生意呢 他就去打听 周边的人他喜欢吃什么口味啊 喜欢吃酸甜的 喜欢吃炸的 麻布豆腐本来是辣的麻的 对 因为他们也接受不了 他们也接受不了 最后他把麻布豆腐给了 给了加点番茄酱 加点什么酸素的 也就麻布豆腐 叫什么左中堂鸡 吵杂碎 糖醋鸡球或糖醋鸡 红不辣鸡的 就好像番茄酱铺上去了 他的理念就是 我不是要做给中国人吃的 我是要做给外国人吃的 我们聊了这么多 他们也快好了 时间还剩十分钟 把锅把放下去 完全砸了 脆起来 浮起来 捞起来以后 把油孔干倒在碗里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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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种从容潇洒 做菜的那种行音流水 都是每一个人值得借敬的 哇哦 今天这个海外中餐 都是神仙打架 真的太厉害了 哇 剩五分钟了 我们还会用烟熏的咖啡粉 让它入味 装饰 开始已经做一些摆盘了 哇 你看那个 集结岛 哇哦 大刀过火 非常的拔刀江湖 这个评分应该是硬仗 这边难平一些的 那基本上 不会有什么技术问题 对 都差水比较好一点 你看王胜格 还是很忠实的 一个大盘盛出来 跑线时间 已经只剩下三分钟了 这边已经先出餐了 看看他这个排骨的肉汁 看看他这个排骨的肉汁 还有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与上面去一些腥味 好了 陈师傅也好了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请三位主厨离手 请三位主厨一起出餐 碰菜二十四位型里面 锅巴肉片是大甜酸 咸在中 刚好适合国外口味 但是很多老外不吃猪肉 所以我就采用了鸡片 马来西亚有很漂亮的咖啡豆 我很喜欢喝咖啡 就想到咖啡能不能融入菜系里面 用传统的糖醋跟咖啡豆一起焖煮 白骨有一种咖啡浓郁的香味 糖醋白骨吃了很多世纪了 就拿这道菜来改变一下吧 今天做了三八腰鱼 三八酱是 娘惹菜系里面 蘸的比较多的一种酱料 马来西亚人都会吃过的 我就想让更多人知道这道菜 我其实是第一次吃锅巴肉 肉又香又好吃又嫩 你们吃饭是对的 我把杂子炸得非常的酥脆 而且它那个汤汁里有点甜 有点酸 写了这以后 冷藍还有这种很酥香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王师傅 你在荷兰开中餐厅这么多年 你这个口味也会有调整吗 从来不变 这才是我们的特别 如果我把它变了 我就不叫四川了 我跟我主厨的思想就是 一颗花椒都不能少 这是比喻 我们要做正宗的串菜 锅巴鸡肉我真的是吃不够 真的吃不够 它那个菜一上来 气势就很大 非常地霸道 用一个那么大的盘子 当着我们的面 把这个热烫的鸡和这个汁 淋在锅巴上 那个味道一下泵发出来 然后再吃到嘴里 鲜 它那个酸味也有 甜度刚刚好 那个就是老师傅的功夫 控制的恰到好处 现在它是比较能够烘托 练习的一些氛围 有生硬 有香气 也有很好的口味 三八酱来做得不错 香味啊 层次感都一额 外面还裹了那么厚的一层 三八酱 真的好吃 我肉一会继续吃 如果继续吃 我一定要继续吃 来 进来 你把娘惹菜开到了中国来 你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味道上的改变 其实就是改变没有是说多大的改变 就是有可能香料方面减少了一些 我可能吃娘惹菜 我会觉得有的太甜 你会减低这个糖分吗 咸甜上没有调 就是香料上面会有调制一些 三八酱它是属于在娘惹菜 比较代表性的一种酱料 它是用辣椒 干 洋葱 蒜头 姜 熬两三个小时 熬出来的一种酱料 其实它这个菜 我完全不会觉得太甜 因为娘惹菜有好多种 这只是今天的其中一种 那看来是我对娘惹菜的刻板印象 三八鱼 是我吃到过的最好吃的娘惹菜 因为娘惹菜 经常会给大家的感受是 有些味道过重 三八鱼本身 三八酱的那个味道 味性就是很复杂的 那他做的这个三八鱼 以我来说 我的这个水平 我挑不出毛病 咖啡排骨肉一推开 肉都散开 准备是完美的 酱汁完美的 我很喜欢喝咖啡 能把咖啡和排骨放在一起 我觉得很好 他佐料地给精准到一塌糊涂 陈师傅就是沙场百战的老兵 他有很多丰富的创造力 在这个国际的厨艺舞台上 他们是完完全全可以 融入在国际范儿这一块 接下来进入到打分时间 见证官可以在一到五分打分 总分是二十分 我经常做这道菜 所以我也很自信 他能进击 这道排骨对我来说 是意义非凡的 东西的结合 展现给各位 已经是一个荣耀了 今天的这道菜 我觉得做得挺好的了 没有出任何问题 今天让我们打分 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就像扬州的狮子头 去和北京考验里去拼的话 公平的来说 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可比 像今天的菜也是一样的 你要从技术的本身 它并没有能找到太多的毛病 确实很难去一笔高下 请亮出你们的分数 今天这三位真的是主持人 很厉害 首先恭喜主厨王天歌 十九分晋级下一轮 首先恭喜主厨王天歌 这种晋级也有自己的表现 也有大家的认可 我们又出现了评分的情况 各位见证官老师 怎么办 这个没商量过 我跟齐文打这个分 就是说让他们三个再比一轮 我已经想出来了 所有评委一致同意 准备一个赛外赛 加赛 当我听到加赛的时候 我在想 我还是有机会的 有点紧张吧 因为突然间又加赛 就不知道他们可以什么食材我吧 你们有十五分钟 来创造这一道菜肴 在现场的所有的调料 食材 器具 全部可以使用 我们会提供 两位 本日剧组盒饭 挺意外的 比较离谱的题材 要把它搞好 让人家有一点食欲 挺难的挑战的 看到这两盒盒饭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懵了 只有十五分钟 挺紧张的 这个想法非常好 再加难度 盒饭它的味道就是这样 而且它已经是成品 你要在它的基础上 再加工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给厨师们做自己熟悉的东西 也是一回事 给厨师们做一个突发情况 发生的烹饪 出来的效果就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就是单纯比拼 知识储备 做这个是基础 以这个为基础来创作 对 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里面有什么 粉条 炒肉 香肝 白菜 虾 香肠和米饭 不要用完 就必须要用到 必须用到 不一定非要全用完 得可以选择 本人出了一个鬼才题目 抢救便当大作战 因为我觉得便当是 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 可能吃过最多的组合餐 它不一定是那么好吃跟完美 这么厉害的大厨都持平的话 唯一能比的就是临场发挥 他能不能做 就在这一秒 很多时刻都认为厨师是莫熟师 能够画腐朽为神奇 今天就是我们要见证的时刻 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他们 画腐朽为神奇的时刻了 两位准备好了吗 十五分钟 倒计时 三 二 一 计时开始 两个人救插头 中间要炒起来 加帅有点紧张 它是现成的盒饭了 挺难来挑战的 两盒快餐 我都觉得我蒙了 十分钟做道菜 挺紧张的 我觉得盒饭里面 最好用的食材肯定是饭 白饭 最干净 你怎么配都可以 这个饭呢 炒饭有点难度 因为湿 黏了 很黏了 最聪明的做法是绝粉 都是在用米 都是在用米 菠萝 菠萝炒饭 是西芹吗 西芹 西芹 虾 你竟然是在包盒饭里面的虾 这边也是虾 两边都是虾 撕入此时应该是上次 提醒一下两位 还剩十分钟 火 火 破坏了 我 进一辙 hyper 哇呦 游 林 哇呦 介绍 了 哇呦 贵瑕 炒飯對炒飯 他也是炒飯 和他比炒飯 那我怎麼可能贏不了他呢 要說炒飯我真的覺得就是這個鍋比這個鍋真便宜 還要再做一個東西 五分鐘了 炒飯 炒飯 炒飯就幫過了 小宇宙爆發 拼啊 還要再做一個東西 加油 今天呢是把飯去炒了 盒子裡面能用的材料我都已經用了 我就能夠表達的 我已經表達在那個盤子裡面了 他還搞裝盤呢 還有擺盤 15分鐘他做了三樣東西 還在做 動作真快 還在做 還剩下最後一分 還來 還來 不做了 就這樣吧 還本想加個充花了 結果我看對面選手人家也好了 然後我就放棄了 來 謝謝 謝謝辛苦 謝謝 辛苦 謝謝 謝謝 香味都聞到了 這個太腸了 一翻兩菜 我這個是 菠蘿羅和蝦仁和香腸 一個炒飯這樣子 我用了白米飯 泡菜 豆角去炒那個米飯 下了炒那個豆豉醬吧 然後豆干跟山藥炒事情吧 能夠回用的用了 來吃吧 吃得最好吃 吃得最好吃 李金來這道菜做得非常好 一個盒飯能夠加工成這樣 我覺得到頂了 真的到頂了 是吧 同樣的時間 加強可以呈現出 這麼多豐富不同的變化 真的不愧是這個中山種植 四位見證官老師都已經品嘗過了兩位的菜品 請你們商議以後決定 本場的最後一個晉級名額 我遇到的對手是非常有經驗的中山師傅 還是會有一點壓力的 我就想發揮到極限吧 我能夠發揮的我盡量用完的 請周教授公布這一輪的最後一個晉級名額 是陳家強師傅 祝賀 祝賀 陳家強主廚 成功晉級 是陳家強師傅 祝賀 其實米飯大家炒差不多 因為米飯這是統一的 所以米飯的口感和卵硬 其實兩個差距並不是很大 陳師傅多炒了兩個味道的配料 從技術的流暢性 火和爐灶上面這個功夫展現 可能陳師傅更強一些 我聽他在那邊已經唸很久 他就是一個便當 再怎麼做的味道都是一樣的 但逼著自己還得要做到極致 做到完美的 盡他最大的努力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廚師長 完全專業廚師的一個炒手 很遺憾李靖來要離場了 傷心是有的 但是還是會有收穫 認識到這麼多的廚師朋友 然後見識了這麼多的那個 現代的中式烹飪的技術 還是要向他多做學習的 好 讓我們恭喜主廚陳家強 主廚王天歌 成功晉級第二輪 謝謝皮瑋 接下來進入到第二輪 指定食材的比拼 讓我們首先為大家請出大董老師 第二輪的指定食材的對決當中 將由大董老師指定一種食材 歷時一個小時之間 創作兩道菜品 以小型定製菜單的方式 呈現各位見證觀老師來品嘗 大董老師帶來了什麼樣的菜肴呢 本期的特選食材是來自 世界無幾青藏高原 西藏林芝藏香豬 林芝地區氣候溫暖 植物豐富 黑色的藏香豬 放養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山地林間 引用潜水 採食藥材 成年藏香豬大多自然生長在兩年以上 但平均體重卻不足五十公斤 因此藏香豬肉非常珍貴 加之豬種原始純粹 造就了它脂肪少瘦肉多 肉質細嫩 口感爽滑 味道鮮美的特點 堪稱世界級優質食材 第二輪的比拼 倒計時 你要把我們中國的文化 例如在我們藥菜的菜肴 去帶動給老外去認識 我就感覺我就是主廚的勇業 所以我很驕傲地站在那裡 已經不是輸贏了 就是一份真誠 對飲食文化的一份熱愛 三 二 一 計時開始 好季醬油提醒您 主廚的榮耀中餐季馬上回來 好季醬油提醒您 主廚的榮耀中餐季精彩繼續 好水才出好醬油 木桶釀造更鮮香 本節目由有季醬油 就選好季的好季醬油 冠名贊助播出 本節目由中國特香型白酒開創者 四特東方韵贊助播出 本節目由靈糖靈芝 連卡的元氣森林氣泡水贊助播出 愛生活逛大潤發 本節目食材由好吃不貴的大潤發贊助播出 一級口感七天原鮮 本節目由美帝微精口感保鮮冰箱贊助播出 3 2 1 計時開始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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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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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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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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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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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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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厅里吃这个回锅肉 要是看到蒜苗是这样 直正正地切下去的 这个有问题的 这个蒜苗一定要斜着切 这个辣椒看着就香 煎辣椒油 可能搞不好就是做出蒜 这个师傅做什么菜 到现在还没看得出来 这个挺好的 他用这个满布剥起来以后 拍蒜泥 不会到处煎 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 我刚刚正想说 我说他们两个很明显的区域 都是一个酒店系统 跟餐厅 餐厅系统的 王师傅是餐馆系统的那种极致 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规则讲究 就是好吃 出品稳定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酒店系统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一套体系 它有很多的层面 它有非常细的分工 它有非常多的规则 但是你说他们工夫有分区别 不是那个分别 就是他们想的东西 用的刀法 做事 方式不一样 对 逻辑不一样 我觉得今天可能又要吃米饭了 这个小萝卜应该是装盘用的 陈师傅这边看不出什么说意 真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下去捣乱了 差不多了 反正他们不按我们捣乱的 时间还剩下三十分钟 然后我们有两位评委要下来寻场了 都还顺利吧 还可以 对 哇哇哇哇哇哇哇站在这边 什么 我闻 我闻 哇 味道已经过来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真的 味了 来到就是一股香气 到处浮起来 这样这样这样 现在有什么困难 应该 我好像问这句话是多问的 现在我在等葬猪肉 对 葬猪肉 要 住手 OK没问题 对 目前就是等 不打扰 好不打扰你 加油 加油加油 对加油加油 陈师傅 你好 都OK吗 都好 两道菜 可以 有知道什么是藏猪肉吗 平常都有卖 我没有卖黑猪 我们刚才还在想说 你会可能不知道 我们餐厅什么东西 食材都是用很好 用得多吗 猪肉啊 重庆肯定喜欢吃猪肉 对 那这道菜我觉得我们又多问了 我们还是默默退下 之前都好像可以有点价值下来 现在都是 对 我们走 二十年三十年的这个资历 我们还是退下吧 好 陈师傅抓紧时间 王师傅在写菜单了 我觉得肯定有回锅肉 肯定有回锅肉 王师傅已经把那个菜单写了 蒜泥肉 就是我猜对了你 猪肉 第一反应就是回锅肉 第二反应就是蒜泥白肉 一边在很明朗的进行 一边在很神秘的操作 肉完全看不到 就是在猪肉 我看到他的水蜜桃 我看到他的水蜜桃 期待 我原本是想出一个薄荷酱的 然后结果我都没有看到有薄荷 现场就看到桃子 我觉得是一个挺开胃的一个钱财 包蜜 不能吵啊 现在不能吵啊 现在吵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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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好像肉已经是吗 肉在里面了 提醒一下两位 不要太晚 也不要太早的出餐 准时出餐就可以了 你看 清算的倒进去 猪肉不能闹 所以我宁愿舍起帅鸟的那个吹 但是我保这个猪肉的嫩和它的水分 关小伙了 哎呀 这个回锅肉真的做早了呀 早了 陈家强在写菜单了 是 三茶包肉片和桃子脆猪 给这么多油 这肯定是杂的菜 这有那么多油 首先第一道前菜是桃子脆猪 上香猪的里脊肉 腌制了盐 糖 鸡粉 然后再起锅烧油吧 炸成脆口吧 哎 这种颜色 包括这个菜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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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种感觉 真的让人好幸福 还没生 好 抬生 就是要求挺高的 就刚刚断生 嗯 有经验看一眼就知道 生熟够不够 像我们没有经验 还说硬度筷子戳到哪儿什么的 我一想时间马上到了 而我都有还在这个小锅里 而且感觉不到它的温度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放到那里面高汤里烫 马上就熟了 为我的经历 为我的经验 我都为我自己点赞 沙茶包肉片呢 就放一点玉米淀粉去炸 然后去爆炒这个肉片吧 这边在做这个蒜泥白肉的这个蘸料 它这个更入味一些 哦 还是肉 它把肉已经拌好了 然后从那个汁里边取出来 王师傅两个菜都已经出餐了 出早来呀 还是出早来呀 我们这么提醒 还剩下五分钟 慢慢来 好香啊 下饭 下饭 王师傅这边锅都洗完了 嗯 本轮比赛还剩下最后三分钟 搬一个桃子汁 我觉得很清香了 这个应该是虾茶包肉片 好 我们进入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请我们的袁老师决定一下 先上谁的菜 所以怎么选呢 这下米饭上来了 要不先上回锅肉吧 好 请王师傅出餐 我的第一道菜是蒜泥白肉 蒜泥白肉在以前是进煮的 进完煮以后把它切成片 用红油蒜泥拌出来 它的辣香最主要是在蒜上 鲜泥白肉 在四川菜里面派翘首 里面有六香 皮香豆瓣酱的辣香 甜面酱的茴香 豆豉的汁香 酱油的调味香 猪肉的香 还有蒜苗的清香 回锅肉为什么油多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 全靠这个回锅肉的油泡饭 然后再放上酱油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 酱油回锅肉的油泡饭 今天我在做回锅肉最后倒酱油 那个调味品的时候 我发现好鸡酱油 颜色非常地浓郁 而且刮瓢 这个酱油是使用木桶发酵的工艺 而且是宁添加美味鸡 增添了我这个回锅肉的那种美味 回锅肉片就是一个焦香的 可以吃到豆瓣豆汁甜面酱的 这种香味 上来那个回锅肉还冒着烟 天哪 谁都揽不住我了 回锅肉片就是一个焦香的 回锅肉片就是一个焦香的 王天哥的菜就是味道够大 但是那个肉有点厚 有点纤维炒 这时间过了 干了 柴了一点点 哇 这个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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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香味可以 香味 这个米饭杀手 你知道吗 那再来点 再尝点一个食物 请主厨陈嘉强出餐 桃子翠珠 现在是吃桃子的时候 所以我就用这么好的猪肉 去配搭桃子酱 很开胃 酸酸甜甜 另外一道呢 就是经典的沙茶酱炒肉片 改良了一点 就现场我能发现的 比较辣的腔鼻的 我就放进去调了 就变成有一点沙茶酱的味 跟辣味 还有一点腔吧 嗯 桃子配猪 它裹的这个面包糠 把猪肉的香味给演来到了 明显地就有了一些不足 肉呢吃到嘴里面有点硬 吃不动的 塞牙的这种感觉 可能也是火荷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 偏老了一点点 沙茶酱炒肉片搭配的豆角 还有军锅啊 都搭配得很好 好吃 请各位老师 为两位的菜品打分 有点难度了 我其实心情都挺平和的 想你的办法 去呈现你最好的菜品吧 我很自信 所有的真心 都放进到每一道菜里面 启文老师还在回味是吗 需要冷静思考一下 其实对每一位评委来讲 在打分的环节都是纠结的 明明就是两个都很好的选手 但是你一定要送走一位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给他一些掌声跟尊重 好的 好的 五位老师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分数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向两位主厨提问和点评了 王师傅做的蒜泥白肉和回锅肉确实让我们口水连连的 陈师傅这些菜呢做的也好 但是呢我觉得今天特别要肯定的 王师傅对这个回锅肉的六香的阐述 其实六香我觉得你还少说了一香 少了一个家香 是吧 应该是七香 对 好的 王师傅最大的优势还是他对回锅肉的这种情感 使我们都沉溺在这种美好的这个场景里面 那么二位呢如果挑一点毛病呢 就是王师傅的这个回锅肉啊 应该做出灯斩窝出来 这个肉呢煮到半生的时候才一缩 缩成这个一个窝一个窝叫灯斩窝 可以再加强 陈师傅呢这个肉啊 我觉得炸了下锅的时候应该抖了开 现在我们看呢它全去在一起 把里边的那个粉子炸的不是特别的透 这道菜啊炸的以后是喷了芝麻 还是就是就这样的上桌的 怕不够入味 在锅里面回来一下 如果你炸的很酥脆很到位的话 稍微回一下它还是一种酥脆的 你这个呢可能炸了还稍微欠了一点点 所以你的锅里面一回来以后呢 外皮酥脆感落了 好 其实不放萝卜丝可能更清爽一些 如果说你水分很多的萝卜丝上去 反而影响它的酥脆了 我非常同意萝卜可以不放 我如果跟萝卜一起吃 其实那个桃子的清香就会没有掉 你这个沙茶味道其实非常好 风味很特殊 还有一些豆瓣的这种香味 为了很浓烈 很刺激 当然也给你提一点建议 就是蒸熟的时间稍微锅了一点点 它就会老了一点 你看我们刚才那个王师傅做的时候 他反复地在检查 就是这个肉片刚刚断生 来做这个蒜泥白肉 肉质就非常好 你放到蒸香里面呢 也没有过多地去检查 拿出来以后 色热稍微老了一点点 王师傅做的蒜泥白肉 我吃了以后感觉非常好 辣椒的这种香味出来了 一点点生油的味道都没有 油的量也恰到好处 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就是它把这个卤汁和这个热 泡在了一起进行了翻拌 让它拌得更入味 更特 这样子切起来以后 味道切得更足 回锅肉肉片可以再薄这么一点点 青蒜再吃一点点放 或者加热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有点软了 是吧 这清香味稍微露了这么一点点 我觉得跟出餐时间也有关系 为了不让这个回锅肉熬老掉和冷掉 所以我先牺牲蒜苗 但是蒜苗已经进入了回锅肉的味道 还有一个这个脏猪肉 如果你要把它煮好 一定要四十分钟到三十五分钟 所以我采取了把它切了 然后用水烫 所以牺牲了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关键时刻了 请吴卫老师亮分 在第二轮当中 王天歌主厨 二十分 陈家强主厨得到了十七分 微小的差距 但是真的很遗憾 只能离开我们了 好 这个分数并不能代表 你们厨艺的水平 可能只是代表 我们当下的感受 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做的菜 非常的精彩 谢谢你 谢谢陈师傅 给我们带来了 三轮精彩的展示 谢谢 王天歌老师属于大师级别吧 出的这两道菜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四川的菜肴吧 肯定姜是越老越辣的嘛 我觉得输的也值得的 同时也要恭喜 我们的王天歌主厨 谢谢 谢谢你们 对海外华人的理解 我在此表示自尽 我觉得这个菜是 真正的荣耀 谢谢 在今天王师傅的展现下 我觉得我对他 没有太过多余的挑剔 他用他的手艺 他用他的坚持 从开始的生存 到现在我甚至觉得 他有很多部分 他是准备在做传承 那这种精神 真是非常的大爱 那接下来也请大董老师 为王天歌主厨 带上属于他的荣耀徽章 恭贺 您做得好 谢谢 我很尊重 让我都受感动 谢谢 OK 好 这个您带上 谢谢 同时我们的获胜的冠军菜品 也将会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 进入到大董老师 线下店的菜单当中 大家可以边看我们的节目 边品尝 好记酱油提请您 主厨的荣耀中餐季 马上回来 好记酱油提请您 主厨的荣耀中餐季 精彩继续 好水才出好酱油 木桶酿造更鲜香 本节目由 有记酱油 就选好记的好记酱油 冠名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灵糖灵芝灵卡的元气森林气泡水赞助播出 秘味带你时尚一层楼 主厨的荣耀联名菜单指定预约平台 节目播出期间 可以到以下餐厅享用 主厨的荣耀现实联名菜单 好水才出好酱油 木桶酿造更鲜香 本节目由 有记酱油 就选好记的好记酱油 冠名赞助播出 让我们相约下周同一时间 江苏卫视 主厨的荣耀中餐季 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浩然 今天教大家做主厨的荣耀半同款家庭菜品 豆豉鸡 鸡肉洗净后 在表面抹上酱油上色 热锅冷油 加入腌制好的鸡肉 表面煎熟 锅中加入浸泡15分钟后的豆豉 姜块 蒜米 干葱头 一起放入锅中 煎出香味 加入料酒和生抽炒香 最后倒入热水 加入配料 再加入好记的有机红烧酱油 会达到上色的效果 同时比传统的老抽更加健康 盖上盖子 小火焖煮40分钟 最后开盖大火收汁 放凉后 装盘撒上芝麻和香菜 这道菜就完成了 感谢好记酱油 独家冠名 感谢四特东方韵 元气森林 大润发 美的微精口感保鲜冰箱 赞助播出 今天的主题是 化界主题的考核 怎么 其实不太熟练 拿吃的方向有点错 结束了 不能看的这边 这个鱼没熟啊 完全没有所求 连叔吃了两块生鱼 很失望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们专专看一下 由该什么 主厨的荣耀中餐季 下周日晚21点20播出 敬请期待